亮哥那我想問一下 因為這個賴清德 他有用影片現身舉光原地 當時其實這個就是say好的 有阿斌哥問他說 國防方向是不是有為戰爭準備的錯覺 賴清德回應是 要靠自己的實力建立真和平 這個基礎就是自我防衛的力量 他故意say這個問題 他是要傳達什麼訊息 沒有啦 他一直在講這個 就是雷根那個口號 就是peace through strength 就有力量才有和平 這種口號誰都會講 問題是你的力量 你的力量是不是足以阻擋 就是你要告訴我們你的那個 對抗那個解放軍登陸戰 你是 你為什麼覺得你可以擋得住 你要說一套 我們現在沒有聽到 因為以前是這個 叫做水上隊對決對不對 後來變成登陸兼敵 對 後來又變成是那個登陸之後 要陣地戰嘛 要陣地戰之後就城鎮戰 沒有陣地戰 現在已經到了城鎮 沒有台灣沒有陣地 因為登陸之後 就直接進城鎮了 對啊 所以後來又有那個 海岸守備 海岸防備旅 守備旅 那個應該叫民進黨 公使人員優先 這個 沒有那個EUE的有一半 那不對不應該叫EUE 叫民進黨 公使人員優先 去當這個海岸 然後他後來還有一個 就是 那個利將軍應該知道了 就是先把三分之一 或者二分之一的 重要的武器先藏起來 避免第一級毀損嘛 那還有第二 暈倒 那就是暈倒 真的啊 所以那個 加山基地會就會藏部分的飛機 然後我們的軍艦就會先躲到 日本海附近 真的有這個計畫 加山是很早在好博春時代想的 但是那個時候是 解放軍的那個火箭炮跟導彈不怎麼樣 但現在已經不一樣了 你那個加山的話 解放軍的導彈就門口弄一下 你就通通出不來 是啊 會出不來 通通出不來 那還有軍艦就開到日本海那邊躲一下 日本海 那怎麼反攻台灣是不是 對 不過很好笑 真的 他的想法就是這樣 你不覺得好笑嗎 我們繼續要來討論 當然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是國防部 國防部公布了 到了7月9號上午的6點鐘 24小時之內 有24艘的共機艦擾台 其中有14架次逾越中線 形成三面環台的一個狀況 這回距離台北是30多餘里 不過這個軍事粉磚 倒是觀察到一個點 7月8號記錄到解放軍 當時進入台灣的西部空域 這回比較不一樣 國軍方面是罕見的 用中英文雙語廣播驅離 推測可能是為了通知周邊的外國機艦 注意解放軍的動向 好這個問題來問一下立將軍 我覺得從國防部他每天公告這個東西 大概民眾都已經麻木了 但是我特別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就是說以前來講的話大概是昨天 白天的時間他共機來擾台 但這次來講你看他寫的時間 是24小時之內 也就是他日夜不停的擾台 其實這會把我們國軍的空軍 或者是說防空飛彈部隊 或者雷達的這種單位來講的話 會被操翻掉 因為你一天24小時 你等於說沒得休息 然後也沒得換班 甚至於不能休假 所以那你隨時都要監控在那邊 所以大家注意到這是24小時 這關鍵來講 就是他日夜不停的 那我們不能掉以輕心 因為包括夜間來講他都來了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 我說為什麼用這個罕見的中英文 雙語廣播 那當然周邊外國機艦 外國哪些機艦 那不就只日本 或者是美國的機艦也在這附近嗎 那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得出來 因為我們來講 現在來講說三面 可是今天來講很特殊的 往常來講在台東地區 有一艘有一架直升機 那我們明顯那個是 這個敵人的解放軍的 這種一定有軍艦在外面 所以他從軍艦上面 起飛的直升機才可以到這邊來 那可見的是說 在我們的這種防空識別區之外 有這個解放軍的軍艦 甚至有我們眼睛看不到的 可能有潛艦也在下面 尤其是說我特別要提醒 那前兩天發生一件 雙尾蝦的這種戰機 兩架用編隊飛鞋的方式 到我們花東地區的外海 來這邊執事徵收任務 其實我個人覺得說 當然我們會認為說是 這個戰機來講 民眾會比較關心 但是我覺得我一直強調說 其實軍艦的威脅會比戰機要大 海警船的威脅又比這個軍艦要嚴重 那現在來的無人機來講的話 它更可怕 為什麼我想說雙尾蝦這麼可怕 它到這邊來 因為雙尾蝦這種無人機 它不怕死不怕難也不怕苦 還聽不懂你的廣播區裡 你用中英文可以對這個 喊給外國的基建來聽 那你可不可以喊給無人機來聽 它聽不懂 它也不會聽你的 所以它繼續對你來講實質威脅 關鍵是什麼 關鍵是用無人機來講 它如果說是加入導臺來講的話 它一次來就可以在你外海之間 它可以停留30個小時以上 那三四個小時是什麼呢 這樣三四個小時可能我們戰機起飛 你不去半飛攬阻又不行 因為它身上掛了 每一架飛機上面掛了 這個1.5噸的炸彈在上面 它隨時可以對你實質攻擊 那你就必須 如果它萬一 又對我們的機場跑道實質攻擊來講 你就必須要有應變 立即應變的處置 所以你必須要有 不管是你的雷達或者是飛彈或者戰機 要隨時在旁邊隨時警戒到 可是問題說你能夠警戒多久 人要吃飯嘛 那無人機它不用吃飯 我們人在上去飛兩個鐘頭 飛機就沒有油了 你飛機要下來 換另外一架上去 它在上面會給你搞個24小時 你怎麼辦 你這空軍怎麼辦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 像這種 我覺得廣播驅離都是假的 那為什麼當這種無人機到這邊來 你打開雷達系統來講 它剛好正中它下環 它可以收集你五線電的頻譜 或者是雷達的參數 電子戰的屏幕這些等等 來講你就可能自己洩密 反而在這個時候 你必須要把自己的雷達關機 或者是說通訊 有線電 只能利用有線電來做通聯 無線電甚至就要關掉 不然你可能 這個頻率就被人家收集到了 所以我覺得目前來講的話 從這個大陸 對台灣從賴清德當選以後 它發表了新兩國論以後 這些共機共艦不斷擾台 然後其實我們自己表現來講 確實是兵兵戰危 尤其是今天早上 我看國防部公布了 漢光四十號演習的 演習規劃內容 大家可以觀眾去了解一下 我這邊很簡單的講 我們國防部自己公布的內容 就承認一件事情 第一個第一集一定是由解放軍發起的 然後第一集之後 我們一定失去我們指揮 指揮鏈一定會斷訊 然後我們的這個道路系統或者是說 這個彈藥後勤的資源能量一定會降低 然後你各位去看一下 尤其是今天公布有一則 特別有意思是ROE的接戰卡 叫每個官兵要戴在身上 你去看那個內容 你會發現它在講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準備打城陣戰 因為那張卡的內容 全部都在講說 我們自己手背的官兵你拿槍 你要怎麼去拼拼你不可以打 你只能打敵人 就是按照國際人道公約寫的 那我試問你 在戰場上 如果以台北方防衛作戰 什麼地方會有平民 就是城陣裡面嘛 那你今天發給官兵那種卡 你是不是就是跟官兵講說 你要注意到你開箱的時候 如果說是前面那裡 你要分辨是平民還是敵軍 你要分辨清楚 然後是有受傷還是沒受傷 你要分辨這些清楚 所以很明顯的 就是準備要打城陣戰 那我特別要問我們台灣民眾 就是如果說是賴清德繼續當選 但攻擊這種擾臺狀況下 我們又失去第一級的這種 這個第一級又不在我們的主動 那如果說敵人真的是登陸之後 然後我們國防部規劃的 這個作戰的模式 是準備打城陣戰 我們自己台灣民眾 願不願意接受 你看這次漢光演習 各位去看ROE交戰卡 你看我講的有沒有錯 對不對 你可能覺得那些法律名詞 我聽不懂 我這邊就很簡單的 就是跟我們官兵講說 你要分辨清楚 那個是平民你才可以 你那個是敵人你才可以開槍 是軍人你才開槍 民眾你不要開槍 那我覺得這張卡 你應該是發給解放軍 你怎麼會發給我國軍呢 你是不是提醒我們國軍 解放軍也有 也有 解放軍 蔡委員 我是甚麼? 我又不是說 那些什麼 Order 你把對一個人說回來 我是否可以的 為什麼要生命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 你自己不相信 我不會把對一個人說